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黎明月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堅 今集想跟大家說兩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關於北溪的事件 大家都知道有一些知名記者也爆出了 北溪原來是美國去炸爆它 現在已經去到甚麼狀況呢 現在俄羅斯想提請聯合國去調查 究竟北溪是為何會爆炸 而我們中國也認為 是應該要調查的 現在就剩下英國、美國和法國 究竟他們的取態是怎樣 這幾個國家會不會是投一個 叫做否決權的票 但是暫時說現在 歐美這些國家全部都 啞了 不懂得說話 美國在日前又說發現了一些間諜氣球 不過 他說發現之後聯合國 就說 其實 氣象的氣球 是很正常的 他們周圍飄也是很合理 基本上是一巴 車了進去 美國的臉 但是 聯合國又會不會說得遲了呢 到底這兩件事是怎樣的 稍後就會跟大家去講講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 明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 俄羅斯那邊就說 希望可以敦促聯合國去調查 北溪天然氣管 被炸毀一事 當然說真的 如果這件事 是 俄羅斯搞出來的 俄羅斯會不會這樣呢 不會 如果俄羅斯現在沒有證據的話 會不會去做這些事呢 不會 就是因為有 美國的知名記者拿了證據出來 俄羅斯上駐聯合國的代表 波利揚斯基 他一前就說 俄羅斯將會是 敦促聯合國安理會去調查 去年九月份 天然氣管北溪被炸一事 希望聯合國安理會可以在一個禮拜之內發動調查 進行一個叫做表決 根據很多不同的報導媒體報導 俄羅斯一方打算在這個月17日向聯合國安理會提交一份議決文件 要求聯合國 叫做的秘書長 希望針對北溪被炸這件事件進行國際性調查 希望查明究竟是 哪一個方面的責任 或者哪個國家的責任 不過 這一個叫做 投票 將會跟聯合國安理會 紀念俄羅斯戰爭一周年 的會議是撞期 那麼 據 一些消息報導 聯合國很大機會是想著 在星期四的時候投票 要求俄方撤軍 但是 什麼時候是要求 對於北溪被炸一事展開調查呢 暫時好像 沒有這個議程 他們會不會加上去呢 北溪對於 歐洲的影響 對於全球的影響 是很大的 對於聯合國 是 聯合國的安理會 是由15個理事國組成的 議決最少是有9票的贊成票才會獲得通過 但是 只要常任的理事國其中一個國家頭反對票的話 這個議決是不會獲得通過的 有什麼常理事國在安理會裡面呢 有美國、英國、法國、中國和俄羅斯 即是說真的 我相信只有 美國、英國、法國有機會投出反對票 那麼 到時 有什麼國家會投反對票呢 到時大家就會知道了 我相信法國是 英美遊說的其中一個國家 唯一一個國家 因為我相信 英美都不敢貿然投反對票 否則的話 說真的 那個真的會不會太過著迫 是吧 在去年9月9日北溪發生了爆炸 在瑞典和丹麥所屬的海域發生爆炸 美國和北約就說這是一個破壞的行為 俄羅斯就藉由西方國家包括美國 大約上個星期美國資深記者 有兩個引述一些記者的消息就說 基本上北溪的爆炸就是 在美國總統拜登的命令之下 有潛水源就潛了下去 然後放下C4炸藥 然後就是 由另一個國家用星納引爆 他們只是說 沒有這樣的事發生 是錯誤的 就完了 沒有解釋過任何東西 所以 基本上是 全球人類 都看著 是不是應該要調查呢 所以我覺得都應該要調查 我們中國怎麼看呢 中國外交部份人汪文斌 在2月20日 在禮行記者會裏面 就到北溪電器器管爆炸的事件 作出一個表態 就說 鑑於危害性和嚴重的後果 國際社會是有權 要求 去撤拆事件 汪文斌說 北溪管道 被稱之為歐洲能源的生命線 我們現在炸了生命線 北溪的爆炸事件對於全球的能源市場和全球的生態環境都產生了巨大負面的影響 亦都一度令歐洲陷入過冬的恐慌 所以對於這件事應該要展開一些 公正而且專業的調查 這是非常必要的事件 汪文斌也說 令人 不解的是甚麼呢 就是美國的官員和媒體 保持了 非常之 亦是非同尋常地的沉默 有關的歐洲國家似乎亦都是顧慮重重 這些反常的舉動其實令人更加相信北溪爆炸這件事 是否其實裏面有錯綜複雜的原因或考慮 鑑於這個破壞 其實是非常之重大 還要是跨國的一些基礎建設的措施 這些的罪行 是 危害性 以及波及性 是非常之嚴重 帶來嚴重的後果 國際社會是應該有權利 對這件事件要求徹查 那為何歐美 他們啞了 正常他們會噴到爆炸 噴到口水全部都出來了 但為何現在 是異常地沉默呢 我相信 大家心裏都清楚明白為何他們沉默 沉默的原因是因為 糟了 再吵的話不是關我的事 那我就要 被查 最好不要出聲 不出聲甚麼事都沒有 是吧 那這件事他們不出聲 但有些東西他們就出聲 出得很厲害 就是說 那個叫做 間諜氣球 美國又說 我又發現了一些間諜氣球 但其實 這個不是間諜氣球 已經老早說明了 因為現在沒有需要再用間諜氣球 美國即使是打了一些氣球下來 於是無補 我之前也說過 他竟然用幾百萬的導彈 去打12元的氣球下來 這個完全是低能的事件 在大約星期日的時候 有報導說美國聯邦 航空局 FAA 通知飛行員 有一個 大型白色氣球在夏威夷的群島 以東 約900多公里 900多海 水 公里的海域上面飄浮 通常用海里的 即是400海里 還有400多海里 高度大約是四萬尺 至五萬尺之間 印太司令部說知道這件事 但沒有補充 不是要打它下來嗎 不是要吐它嗎 是不是應該所有他們發現的 氣球都應該吐爆它 如果這個不吐 為什麼之前那些都要吐呢 大家明白嗎 我也不明白 美國的軍事網站 The WorldZoom 有一個報導 FAA早前在夏威夷早上的時間 星期日的時候 7點46分 飛翼員就說 發出一些有關大型的高空氣球的一個警報 並且要求飛翼員發現這些氣球的時候通報當局 美國海軍一架的P8海上巡邏機 飛去涉事 氣球出現的空位 但是 他沒有飛回去美國的內地 即是美國的大陸 不知道飛去哪裏 在空氣裏執行了6小時的任務 但是沒有辦法確認這些任務是否跟氣球有關 還是 跟一些偵察任務有關 不知道 美國在夏威夷裏設立了很多個軍事設施 一個叫做大型氣球 一年前在 巧愛島附近的空域 叫做飄浮 接近導彈防禦措施 美國的空軍在一年前 譚香山那邊派了F22的戰鬥機去調查 之後就沒事了 沒有打爆他 接著就是今個月 4日 美國就無故打爆了 我們中國 向美國通報了一個 流浪氣球出現 但是他打爆了他 OK 那 真是 真是無奈了 真是無奈了 接著就說現在 不知道會不會打爆這個 接近夏威夷的氣球 但是大哥過幾天了 打爆了沒有 都沒有說 都沒有說 當然 我們中國 就已經是 由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 在星期一的時候發聲明 也批評了美國 是肆意炒作 算驗中國威脅 這件事 惡意地攻擊和抹黑我們中國 這件事就當然了 美國 想盡辦法 想盡一切的方法 都要抹黑我們中國 都要 說我們中國 這件事 其實已經是 搞了很多年 搞了很久 真的 吵了很久 但是美國依然不改他們這些囂張拔戶的性格 真是 好了 講到這個叫做間諜氣球的事情 其實 聯合國的世界氣象組織 他們都說 其實 他們射飽一些波波 是氣象氣球 氣象氣球 在全球監測系統裡面 是發揮一些非常重要的作用 即是怎樣 即是叫美國不要射飽他們 即是兜巴升了美國 入國的氣象組織 在2月17日的時候 就說 氣象氣球 在龐大複雜的全球觀察 系統裡面 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為到氣候監測和天氣預報員 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訊息 聯合國新聞 UN NEWS 他在17日就說 最近的新聞報道就說 就是加拿大和美國在他們的境內 擊落了幾個貨物品 其中一個是屬於中國的氣象氣球 之後世界氣象組織 就指出 全球每一天收集 幾百萬個 觀測結果 而這些觀測結果 都是由 氣象氣球提供一部份 氣象氣球 觀測結果 是很重要的 報道裡面也說 全球 接近有九百個地點 每一天都會放 氣象氣球上去 這些氣象氣球 是由雨膠氣球造成的 近一千個氣球 收集每一天觀測到的結果 實時提供一些 天文 的資料和數據 所以 其實聯合國證實了我們中國 是沒有說謊 但是 我們的 資產 就這樣被美國打爆了 氣象氣球收集了一些寶貴的訊息之後 有甚麼用呢 這個聯合國氣象組織 他自己說出來的 是有助於建立電腦的預報模型 提供他們氣球的本地數據 讓氣象學家可以進行預報和 預測一些風暴 也有助於氣候監測 以及 提供研究的數據 以作專家是了解天氣和氣候的過程 世界氣象組織也表示 全球天氣的預報 都是採用 氣象氣球的數據 的電腦預報系統的模型 所以氣象氣球其實對於整個世界來說 都是十分之重要 其實 在老祖之前 有一些氣象學專家 有一些造航天專家 老祖在發現這些所謂的 間諜氣球的時間 已經說這個基本上是氣象氣球 這是收集數據之用的 是預測天氣之用的 但是美國有聽嗎 美國沒有聽 依然堅持打爆這些氣球 現在世界氣象組織 整個組織出來說 這些氣象氣球 你不要再打爆它了 否則會對到 一個 氣象的預報 作出一些影響 可能他們以後不會打爆 但是 就先腦振中國 這些是什麼行為 這些 就是粗暴的強盜行為 這些也是美國 一貫 霸權行為 只有它說 是沒有人說 不論事實是怎樣 都只有它對 不會有人對 這個 就是美國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 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訂閱 文件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